我的黄姐姐 本朝已孝道至天下 那太皇太后 不就是顶了天的老神仙吗 皇上没大行的时候 您一句话 她也不敢不听 现今正统皇上 可是您一个人的亲孙子 您要是连这事都答应不了 您自个儿搅着好意思吗 是我不帮衬你吗 你什么时候把买卖做成了 没得让人在背后说我 这 还想跑到宣化大同去混日子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刚才宣娜的守将 在朝会上说了 来了个瓦剌人 凶狠得很 瓦剌野鲜 我认得他 他过去在护士上卖麻 我帮衬过他生意 现今他成了草原的霸主 听说朝廷 要在宣大一带开护士 您派我去管理吧 野仙怎么也得给我三分面子 再加上我是您的人 下边的人也不会为难我 您放心 这个差事 保管给您干得漂漂亮亮的 太后 和瓦剌布护士呢 是太宗皇帝时就留下来的 宣德八年 瓦剌野仙挑衅 一怒之下就停了护士 这几年他们又要重开护士 我觉得善恶各办 但是护士啊 还是得开 铁锯牛皮 这些战备物资 你们计算一个量 你不能无限制地卖吗 人家愿意友好 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 可可办办的事嘛 就见招拆招 是 你没做过官 派你过去会出事的 黄姐姐 您就真觉得我想当这官啊 那我 那我干吗不当个经官啊 这一年 探静 兵静 上上下下孝敬的钱 您知道有多少吗 大树底下好乘凉 那日子不比神仙舒服啊 我干吗 非得住的那 到处都是风沙的宣大呀 您知道 护士的编码有多箭吗 买回来一捣手 就是十倍的力 给我赶码的帮着卖的 都安排好了 你不怕 只是要黄姐姐你说句话 弟弟我一年孝敬您 这个数 一千万两 多岁不动 您留着赏人呗 再说了 亲孙子 也是人心隔肚皮 您要是想把那姓孙的太后押住 总得靠大家伙来捧啊 这手里没钱谁来捧啊 这事啊 不是您帮我 是帮您自己 王太后到 给太皇太后请安 护士现在有点荒废了 不过其实效果很好 你看 有粮食 有盐巴 这些瓦剌人啊 有饭吃 他就没有旌旗神 再往长城里面跑了 所以我呢 就自作主张 把他又搞开了 真是善政 是有利于瓦剌人 和内地人的一件好事 虽然我们可能要吃点小亏 但那也不算什么 总比动刀动枪了 要花费手吧 生人说厚德在务 对付这些瓦剌人啊 就得一手拿刀枪 一手也得把这恩典 给施舍出去 重开护士 可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情 我想再请您一道义旨 请不要责怪陈文荣 殿前失遗 他是个守边疆的人 生活得苦 我们就取他那份忠心 日后边疆太平 那是太皇太后的恩典 管护士那边的人 有合适的人选吗 这 就交给阁浪们去挑选吧 总得是一个熟悉编物 耐心又实干的人才好 我娘家那边有个弟弟 从小不喜欢读书 一直在做生意 人哪也算是老实能干嘛 我觉得护士的事情 就让他多出出力吧 自己人嘛 也放心 这 是张克简吧 说的就是他 他没做过官哪 而且 也不懂边疆的事务 这和官外人打交道啊 是又危险又累 还是让他好好再想想 还是你想想吧 皇上在你手里 内阁也在你手里 六部也在你手里 我弟弟的这个事情啊 也在你手里 这我可不敢当 你已经敢了 太皇太后 推荐了他弟弟张克简 来管理边境的护士 他派人把口谕 传到内阁 内阁也很为难 这件事该怎么办 他把人直接送到内阁了 是啊 按说呢 这件事应该由力部来选吧 内阁票拟 皇太后与太皇太后 商议地再决定 可这事 神仙出手了 我们也搏不回去 要是就这么送上去 吏部的官员 一定会告我们膳权 我们入阁办事的人 挨骂倒是习惯了 可怕的是 那些阎官们也跟着嚷嚷 扰了皇太后 与太皇太后的倾庭 他弟弟就没做过官 这陡然去管护士 我不想破了这规矩 杨先生 您是知道我的心思的 皇上还没长大 我得替他管着这江山 不能乱了 我要轻易开了这头 我得替他管着这江山 不能乱了 我得替他管着这江山 现在朝廷里最大的规矩 应该是皇太后 与太皇太后亲密无间 不让小人钻了空子 这是规矩里最大的规矩 掌可俭想管理护士 无非是想要点钱 给他多派些文书 护卫 也出不了什么大事 看在太皇太后的面子上 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您和太皇太后就是做戏 也得把这几年做下来 万不可生出是非 如果皇太后觉得 臣的话有道理 眼关六部那儿 臣去有睡 别怕别怕 快 快 上 走 落胆 落胆 我怕 不哭 哪人啊 我 阿鲁胎人 就这么点东西 大人 大人 你看 就这皮子拿北京卖去 一剑就能换一块狗头巾回来 折腾一少 我就这么点东西 拿着吧 行 都抓着 好 好 快点 快点 让他等着 我这儿处理御前的事 哪有功夫搭理他呀 是 国舅爷 国舅爷 马拉布又来人了 他们到护士卖皮子的 又被咱们给劫了 他说劫就劫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劫了 这些个物件啊 是要六百里快马诵经的 这件是皇上的 这些个都是太皇太后的 想拿走是吧 拿吧 国舅爷 皇太后叮嘱过 护士要搞好 您 您正好 下他们的手 这万一再打起来 怎么办啊 你当兵的 怕打仗啊 打起来 打起来朝廷有兵啊 都养着吃饭哪 不是怕 那也不能勒兵官变哪 这六百里快马 是宋军报用的 你 你也不能老站着 这万一这 真出什么急事 真个屁呀 包啊 看戏哪 要不然 您来一家 回去坐个披风 你们让我进去 皇太军 你们干什么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陈将军 这个人我们是真没见找啊 今后 我在外边多派些巡逻兵士 看看是谁且才杀人 一旦发现了 我严惩不待 就是你们 还装什么 护士司大人真不在呀 你就别嚷嚷了 这事真不是我们干的 我们上面有 大明朝国法管着呢 我不管 我今天奉爷先的令 我今天非要在这里 把他叫出来问问 陈将军 你自己心里清楚他是谁 国舅爷怎么了 国舅爷就可以 到处乱杀人了吗 国舅爷 说得对啊 说得对 国舅爷怎么了 国舅爷 这件事情 你得给个交代 对 给个交代 国舅爷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没看见吗 他不把我放在眼里 还会把朝廷 放在眼里吗 他这两年的官 也该做够了吧 我想请您个义旨 把他换下来 请太皇太后预览 请太皇太后预览 看奏折 还是要定人选 我也不会跟你有什么争论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这几年边疆冲突很多 下面各地的官员也有告张克俭的状 说他在草原上武装抢劫牧民 低价压榨牧民马匹 赶回京城又高价卖出 路上从不拿棺税 还打骂税官的士兵 你这是拉下脸来跟我说公事吗 是刑部查呢 还是已经定了案呢 可见这两年闹腾得厉害 朝里朝外谁不知道 他是您太皇太后的亲弟弟 这八戒还来不及呢 哪儿就能真搞得刑部去啊 是吧 我说吧 这天下之大 还容不下一个国舅爷 你这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公事 真是让人伤心你 这个折子 是瓦剌也先给我朝的国书 说要是瓦剑再怎么胡闹下去 瓦剌就要发动战争了 瓦剌也先要求赔偿 牧民的损失 包括瓦剑杀死的那些牧民家眷 性命 折合成献银子 笑话 太祖爷把他们赶出北京 他们赔了吗 高祖爷武征赛外 杀斩无数 他赔钱了吗 这分明是欺负我朝软弱 如果答应他们 就丧了我们大明的志气 太祖爷从他们的手里 得天下不假 但那是战争 你死我活跟克俭杀人不一样 他那么敢 是贼 你说什么 谁是贼 截人钱财杀人灭口 不是贼是什么 你是怕打仗吗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但要打现在不是时候 都打上门来了 还挑时候吗 我儿子马上亲政 谁捣乱我杀谁 你跟克俭杀人说 赶紧交些了职务 我还能保全他一条性命 迟了 连神仙也救不了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